好,我們看一個例題,他說今天呢,在直線,有一條直線L呢,會通過A,B,C三個點 要我們求這條直線的斜率 還有呢,有一個C這個點呢,有個位置直B,要我們求這個B之直 那我們先想一件事情 這個題目說呢,有一條直線,我們既然是在講這個圖形 我們就嘗試把圖形畫出來 他說通過A點是E3,E3嘛 跟這個25 好,所以呢,我們就從這個13呢,25呢,這裡呢 畫一條這個直線 過去,然後繼續往下 好,那在C點呢,因為我們知道剛剛這個是A點 E3是A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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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是B點 然後還有一個C點呢,是3 B 好,要我們呢,先求第一個是L的斜率 第二個是B之直 我們知道因為這是同一條直線 所以你不管呢,用任何哪兩點呢,去算斜率 都是一樣的 這樣不要一個用B-A,一個用A-B 好,我們都用B來減掉A 好,所以呢 X值是2-1 上面呢,Y的值呢,是5-3 所以我們會發現這個斜率是多少 這個斜率呢,算出來 是等於2 OK,這樣子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呢 第二小題 既然它的斜率是等於2的的話 而且3點都在直線上 所以呢,你去算其中兩個的 任兩點呢,所寫出來的斜率不是也應該是一樣嗎? 所以呢,既然我們的5-3跟2-1相除 也就是這兩個點之間去算斜率 不也應該要等於 譬如說B跟C在算斜率嗎? 所以B跟C在算斜率不是就是3-2 跟B-5 然後算出來應該都要多少 都要是2嘛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算出B-5應該要等於2 所以B呢,就等於多少? B就等於7囉 OK 所以呢,這兩個值你都算出來了 L的斜率是2 B之值呢,則是等於7 那這一題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誒,光學長 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本就先把這一條直線寫出來 我是不是可以先把這條直線寫出來 然後再去求C點的這個B的坐標呢? 當然就可以啦 只是問題是你知不知道這條直線L的 這個函數的式子要怎麼寫? 我們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斜率是2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函數的這個方程式寫成 F等於2X加上一個位之數 比如說我們寫K好了 那這個圖形呢,經過13或25這兩個點啊 所以呢,我們就把13帶進來好了 比如說等於2乘上1加K會等於3 所以只有算出來K就等於1嘛 所以原本的這個圖形呢,應該是什麼? F應該要等於2X加1 這個呢,就是原本的這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的方程式就是 F等於2X加1 所以當你把3B帶進來的時候 3呢,帶進來的時候呢 B就要是多少? 你3帶進來 2乘3加1不是就要等於7了嗎? 2乘3加1 所以呢,B之值當然就是7囉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呢,把直線呢 的方程式算出來了以後呢 再把C點帶進去 求這個值 這也是一種做法哦 的方程式算出來了 的方程式算出來了